打点踢美容 三港女休克病危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 但为了追求美丽付出健康 得不偿失啊 香港就有三名女子 先后到知名的DR医学美容集团 接受号称能提高免疫力 治疗失诊的美容静脉疏液 失作前先抽血分离 再把分离过后的血清注射回体内 三人失作后出现发烧呕吐 送医后诊断为败血性休克 及血管内弥漫性凝结反应 三人都住进家户病房 仍未脱险 事后美容中心大门深锁 推说是非受聘医生所为 香港食物及卫生局说 静脉注射属医疗行为 官方已介入调查 拘捕都是将自己的血液 经过处理之后 再用静蜜注射 注射回到自己身体里面 我认为 这个是一个医疗的程序 这个是一个医疗行为 有这么严重的事故 我是非常震惊 这个是医疗的行为 所以如果是医疗行为的话 一定是要有医生的负责范围 先做得 董新闻综合报导 不是这样的问题再次 开会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